提醒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安全 你骑车的时候也不要随便掉东西在马路上 可是会收罚单的 原因是这位骑士 他骑一骑宝特瓶掉了 背后帮民众检举 他收到了九千块的罚单 认为有一点点太贵 但问题是警方也说 你掉宝特瓶出来的危险性 其实是很高的 万一有其他的车辆不小心碾过摔车 甚至影响到生命安全 红色机车骑在路上 左边口袋有个白色东西 越是往前骑 口袋的东西越跑出来 最后整个物品都掉了下来 宝特瓶框当一声 就是这个东西 背后方民众录下检举 隔一个月后就收到超大红单 违规事实写着 在一般道路所在货物掉落 依法开罚九千元 我为何发到九千 蛮无奈的 普发六千之后还要再倒贴三千 完全不想要乱丢的意思 就是不是有意的啦 当时简先生的家人加完油之后 回到机车座位上面 发现前方的置物柜已经装满东西 所以才会将空的瓶子放进外套口袋里 宝特瓶放在外套口袋 骑一骑掉了 回头想找也找不到 只是这罚款金额 普遍民众都认为太贵了 好像还蛮贵的 其他的罚款好像也没到那么高 也只能说算他倒霉吧 我觉得有点高啦 毕竟现在赚钱都不容易嘛 认为蛮危险 因为如果后面的人骑很快 如果打到他的脸之类的 然后造成车祸是蛮危险的 不过民众好奇 宝特瓶掉了就被罚九千元 那如果像是卫生纸 或是手机不小心掉了 难道也会罚这么贵吗 请本分局重新检视民众检局影片后 该违规行为上南构成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款 以向当事人联系妥事说明 原来当初这条道路交通法条 是针对大车像是杀死车之类 事后警方也将撤销罚单 但还是得提醒民众 容易掉落物要收好放好 免得害人又害己 三地新闻曾嘉宣 罗佩与李文胜 桃园采访报道